那只要我能够翻越这个悬崖 这个80我就可以插旗了 这是我雷根招牌的政策 就雷根被认为说 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沟通者 因为他愿意沟通 他愿意谈 他中间有很多的谈判妥协的空间 所以美国呢是访问贝克 然后才回来看现在美国的政治僵局 他为什么都谈不了 那我们也可以从美国或者从雷根 我们把它看回我们这边 就是我刚刚开始讲的 如果你有太多的抽象性的议题 就是所谓道德啊什么的 这完全是没办法谈 可是你要变成具象的议题呢 一个一个摸得到看得到的 那就可以谈了 那一看那就看怎么谈 也不会涉及到面子问题嘛 但是每一个谈判呢 它牵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你一定要减少对方让步的成本 这个在英文叫cost cutting 你要cut它的cost 就是你每一个让步 我要让人家赶输啊 现在我们就问你 今天不管是朝野协商 或不管是马王斗争 或者是谁敢输呢 谁敢输 就如果让对方敢输 那这中间就有一个回旋空间了 可是如果大家都想整个都赢的话 那中间就没办法谈了 所以我们常常就卡在这里 这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了国会 其实最近在讨论他们的意识效率 也是非常糟糕 就上个会期来说 只有通过54个法案 开了两次临时会 但最后是几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成 然后很多行政院送进去的优先法案 原封不动的躺在那里 就这个部分来讲 其实王金明院长 做国会议长14年了 他也必须负责任吧 他当然要负责任了 因为过去大家都每年都民众看的 就是你立法院通过多少法案 那你现在开了这么会 还有临时会 像我们那个年代的话 临时会不随便开的 而且几乎都不同意开临时会 都要在正式会议里边去解决问题 所以在临时会 在家正式会议只有54个法案 王院长当然有责任 我刚才一再强调的 但是今天大家讲的党团协商 党团协商一般来讲 院长是主持会议 主持会议 那么他根据他的能力 他当然有影响力 但是他要不要全部去承担 说因为我影响 而造成大家彼此之间的一个冲撞 我想他要考虑的 所以在立法院里边 王院长他要在尽的责任 就好像我今天用去 另外一个比喻来说 最近马王之争 马总统是大是大非的 但是因为他是国家元首 所以假设造成社会不安动荡 他要负责 他要负责 那同理嘛 今天立法院很多议事法案没有过 当然王院长要负责 可是我们要去讨论的时候 就是就这件事 他应该负责或者怎样 那要非常明确的 不然的话就会流于情绪 刚才也提到了 对谁最后就抽象的问题了 谁喜欢谁 大家就在那里 整个社会变成两极对立 所以有时候我们站在旁边看 我们不愿意再角入这种两极对立 我们就希望从根去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在讨论了国会议长的这个环节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在民进党的部分 民进党社论也在问了 民进党你以为你这么样继续下去 就浮云可以避日吗 事实上现在有另外一个声音 民众对于立法院在整起官书案 现在感觉起来好像是就没有什么 特别在针对官书案在进行检讨部分 民众也很看不下去 在网路上呢 有作家就在部落格当中 要发起一个运动 说立法院群贤楼 这个贤这个字 根本不配用在立委身上 先来看一下下面的报道 报纸头版黄色区块大红字体写着 大家都看到马总统应讯的照片 但不知那些官说犯法的官员们感受如何 接着痛批 难道他们真的是没有脸齿心看脑的人吗 民众措辞严厉 还花了30万到50万登报呼吁 可见延烧近把月的官说案 真相为何 当事人至今没能说分明 民众很愤怒 你到底有没有官说 你讲清楚 如果没有你就讲清楚 说我们是打个电话是讲什么 是涉及到的人 就是希望可以跟大家这种解释清楚 但全监听闹得沸沸扬扬 但官说真相却石沉大海 可别以为小老百姓这么好呼啰 不过官说音云始终没解 因为官见人 可是很会替自己解围 官说这个事情 他本案有关的 你是不是完整的议文 对 官说的是完整的 完整的 完整的 你已经死了 到还一见了 新外期的第一场司法咨询 检查总长黄世民 任凭民进党立委柯建民 试图上台跑轰监听 连其他立委也加码 委员会变成公审大会 旧作家迎正雄 在部落格发出怒吼 说立法院的群贤楼不配有着闲字 号召全民上书 以群贼楼万年群租楼 要把112位立委赶出立法院 他们要先出来讲 到底真相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个案子上 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常常 最大问题的 到最后没有真相 柯文哲苦笑反奉 说真相不见是常有的事情 但王柯官说案 以拖再拖 最初的核心始终没答案 也难怪杂音不断 好针对官说案 这整起事件源头的部分 看到有民众觉得 怎么也没有在这上面呢 来好好的查一查 甚至呢受不了了 还登报我 表达自己的愤怒 实际上看到了 民进党的态度 在官说案的部分 从孙昌 从蔡英文 到党籍立委 很少有人 会真的出来讲些什么 反倒是 大家都把力气 放在要护王 这件事情上头了 想要先进委员 带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民进党这样子的做法 在官说案几乎是 视而不见 大家也很怀疑 他们有没有一些反省能力 我们现在 国会是一个议事机构 所以我们国会一年 通过多少法案 多少预算 这是一个集体行为 不宁过由王院长来承担主要的责任 这是我们大家一起认为 有一些问题 必须要深入进一步的讨论 再来通过 就以这个福贸协议 来做例子 福贸协议 对台湾的中小企业影响那么大 虽然对台湾的大企业到中国市场有利 但是事前没有跟国会沟通 没有跟人民来传输讯息 没有充分的讨论 所以我那时候 6月21号 福贸协议签的时候 我去站主席台 我要求协商 我要求协商的理由 就是说事前没有让国会来 这个参与 那么事后 总是要让国会来审查 逐条逐项审查 然后召开公庭会 我一要求 王院长当然就要来朝会协商 赖世保委员 坐在我的对面 赖世保委员的反应说 合力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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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说合力哦 他怎么可以事先都没有让国会来参与审查 事后就要这样整个 送到立法院来备查 所以改成审查案 逐条逐项审查 王院长说 合力这样大家签签的 签签的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召开公庭会 逐条逐项审查 但是这样做下去 在台湾市大体的民意 连赖世保委员都接受的东西 北京跳起来 北京不能够接受 胡贸协议逐条逐项审查 因为将来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的开放 以及商品贸易 全部都要逐条逐项审查 北京受不了 他跟台湾签的协议 是要台湾这样来通过的 所以你看 王院长 这时候他负了什么责任 他只是来主持这个协商 让我们全程朝野的共事而已 结果北京对他抗议 透过管道来跟他抗议 马总统要追杀王金平院长 这是要排除服帽协议 在立法院逐条逐项审查 是主要的考量 对 所委委员 我们现在还是回到 在关说本案的这个部分 我们看到民进党对这个案子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 比较明确的意见表达 其实在关说案 民进党的反应 会不会让大家觉得 民进党本身是缺乏反省能力的 有关于这个民进党 柯总召 他有没有关说 民进党主席说曾昌 他已经说他接受 柯总召去 致请纪律委员会的调查 所以就民进党而言 这是柯总召有没有关说 是在立法院纪律委员会调查的问题 民进党即使去做了调查 党内的纪律委员会即使调查说 柯建民你关说 也没有影响 因为这是两件事情 有没有关说 这是立法委员的行为 我们不能要求民进党 来负这个责任 更不能要求一个前主席 蔡英文主席来负这个责任 那么所以这个都在制度里面来进行 也就是纪律委员会来调查 以及这个有没有违法的行为 有司法体系来调查 所以我们不能够要求说 因为他是民进党籍的 所以民进党要负责 如果这样的话 就会无限上纲 不过主席我们不是说希望民进党 来为柯建民负责 但是希望看到民进党 有一些意见上的表达 代表说他们在这件事情上 他们的立场是什么 态度是什么 不过是看到民进党 却好像都变成了护王大队了 事实上民党内部也有一些声音出来 像段一康 他先前就有投书 写的标题就是民进党 怎么可以变成王的 王金平的亲卫队 所以你来看民进党在整体事件当中 他的表现是不是也是进退时局 民进党这个刚才你说了段一康 另外林佐水 他也有反应 所以一个政党不一定说 全部都是如此 他也有少数人还敢讲话的人 那问题今天 立法委员有没有反省能力 他的反省能力大跟小 第一个是他在意的程度 是大跟小 到底这些立法委员在意不在意 在意不在意这个法案通过少 假设他在意他根本不在意的话 他为什么要反省呢 在意程度的大跟小跟什么有关 跟当选几率的大与小有关 所以我们今天我讲 我因为在里面 我做过立法委员 我也选过 所以我很清楚 今天一个立法委员 他对法案重不重视 他要不要很问证很努力 他是跟他的选举有关 今天假设他认为说 根本当选还是照会当选 我会在意法案只通过54个吗 所以我只要说明 我们看下一次讲科建民选 他照样当选 所以我很不愿意讲这句话 他还是跟制度有关 你今天搞成这个制度 他永远在地方上 每天就稳住这个地盘 他可以永远当选 因为大家都是意识形态为主 我是蓝的 我是绿的 对于国家根本不在意的话 谁去努力做这个民意代表呢 所以我不愿意讲这句话 大家以前很多笨蛋问题在哪里 我说笨蛋问题在选票嘛 今天大家是不是都是 我讲穿的就是这么回事 不信我们看 可建民假如下次选 代表民进党选 苏貞昌为什么要帮他说话 蔡英为什么要帮他说话 因为他代表民进党还当选 所以选民们拜托 今天你们假设 把国会跟议会分开来看 你们选的议员 他当然是要服务的 他在照顾大家的 可是你选的国会议员 请拜托选一些 能够天天24小时 里边有8个小时 至少要坐在立法院 要在委员会里边 把他这专业奉献出来 这样的立法院才是像个国会 所以主席刚才也特别捡到柯建民 我们等一下回来持续看一下 柯建民在这次事件上 所扮演的角色 好 我们回到这次政争的原点 刚刚开始就是因为柯建民疑似 为了自己的司法案件 打通电话给王津平院长 不过回到这个原点 柯建民本身是涉案的当事人 但现在在立法院 他拿着自己执行的这个权力 就当面的来抢黄世民走